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新加坡海峡时报23日报道 印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一线行政策 政府承诺通过国内的努力来满足救援和重建需求 印度外交部还表示 只有来自印度一个人或者基金会的国外捐款会被接受 报道趁印度没有明确提及阿联酋周二21日提出的援助 仅仅说道 非常感激一些国家及外国政府 在洪灾发生后 提议帮助救援和重建 据美国十英杂志网站印度版报道 和许多国家一样 发生重大灾纳时 印度过去也接受外国捐款 不过 2004年印度洋海效后 印度便开始采取拒绝外国捐助的政策 究其原因 有专家分析说 印度政府希望一次证明自己有独立解决任何紧急情况的能力 卡拉拉邦首席部长维甲阳 北纳里维亚恩要求印度政府提供多余现有承诺的援助 并呼吁接受来自这个海湾国家的援助 但是新德里仍然拒绝了阿联酋的援助 维甲阳表示 洪水给该帮带来的经济损失超过30亿美元 要求印度中央政府给予3.75亿美元的灾难援助 目前印度政府承诺拨款9700万美元 为甲阳呼吁中央政府未接受外国捐款举行高层对话 在紧要关头 整个世界都在伸出援手 印度第一有保泽坎文称 阿联酋和卡拉拉邦关系紧密 卡拉拉邦有大量劳动力输出 到阿联酋从事建筑行业 阿联酋提出捐助 显示出该国对卡拉拉邦的关注 拒绝其好意或有失礼貌 阿联酋提出文造物-era色乳幻影的设计称 散经纪下第12号砂ル提出文不idity 宝岭 阿联酋 Retourання 阿联酋提出文化 ,阿联酋提出出 Лив Darcy Estéch家 阿联酋提出文化-布的关注 纸 ifr.im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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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